词曲 李宗盛 从来无 爱着的哭比谁都执着 说来无助也算是哀悟 总有一天我会找到自己的幸福 就让控制了我走发 就让爱打在我身上 这一路从我想过又怎样 我是梦想 为爱我活得很坚强 为你我要变得不一样 我相信黑暗中的天微光 是明天的彩虹 我相信黑暗中的天秦 我相信黑暗中的天秦 千语 千语 让他你们道歉 有什么事咱们回去说好不好 行 一二三个 你全身上下 只要是我硬性买了都还给我 千语 来 你们一样 你给我站住 站住 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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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在我的家 我爸爸 都被人抢走 我只有你跟蒋亦 我们不会离开你了 永远不会 要是蒋亦想离开你 我就替你把她的腿打断 妈 不要 叶昭君的家属可以进去了 昭君 昭君 你没事吧 昭君 你疼不疼啊 你的腿 昭君 怎么办呀 我好害怕呀 你的腿 你的腿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没事 没事 昭君 我好害怕呀 叶昭君 好了 好了 你的伤口得先消毒才行 家属麻烦把她的耳钉 什么都摘了 我扶你起来 我帮你摘耳钉 你疼不疼啊 你的腿 没事 疼不疼 不疼啊 拿着 我帮你摘 完了 怎么了 你耳朵没了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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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你没事吧 没事 想上 我帮你摘了 这东西怎么能让你付呢 我来 等一下 我理一理啊 来 好 你没事吧 那个 那你没事吧 我 我要去找我大耳钉 你放开我 怎么了 怎么了 来来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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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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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俊的人来了 早点陪你去 你为什么撞我呀 那么困着马路 你不走 你撞我 现在怎么办呀 你赔呀 你赔呀 不是 这位小姐 是你自己突然冲出来的 要不是我车记好 你能只上一条腿 你说什么 这要腿你赔得起吗 你俩合伙敲诈我呢 干什么玩笑 我敲诈你这个死穷鬼 这里是医院 我都别落吵了 你放开我 行 出来 我出来 我挺高的 你放手 出来 你放手 你给我立马去跟他 赔礼道歉 他的医疗费 务工费 还有最最重要的 那颗耳钉 你去告诉他 你会以十倍的价格 偿还给他 他怎么那么穷啊 他怎么那么穷啊 行行行 就那么点 拿着 我只要叶昭雀高兴 你态度诚恳一点 把他哄开心了 等你出来 我再给你一笔辛苦费 不是 你这女人 你的时间不值钱 我没空看你眼 是 我是撞到了他 但是违反交通法规的人 又不是我 你可以报警啊 你让警察把路口 那个监控调出来 看啊 你想敲诈他多少钱 关你什么事啊 他是为了避让我 才撞到你的 而我 却是为了要躲避 突然冲出马路的你 大鱼 庆云 庆云 别撞我 我都给你十分之一 怎么了 刚才不是挺凶的吗 现在换成我 你就不敢敲诈了 你看看人家 明明是被你连累的 车也摔了 人也伤了 还抢着帮你付医药费 可是你呢 都已经摔成这样了 还满脑子想着 要怎么敲诈人家 我承认钱很重要 但是这个世界上 有比钱更重要的事情 譬如说 纯粹的感情 譬如说 做人的基本道义 我警告你啊 别在这指桑骂槐地教训我 你看不上我的人 看不上我的画 我也看不上你 自大狂妄 盛气凌人 还有你那什么珠宝 丑爆了 你那叫什么虫生系列 就像麻雀在吃虫 你知道吗 我警告你啊 你别胡想瞒缠啊 我连做人的基本道义 都没有了 胡想瞒缠算什么呀 没敲诈你说不错了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敲诈我 这钱包不是你的 不管这个钱包 是你偷的还是捡的 你不还给施主 还用人家钱 你这个人 真的很缺德 帮我拿一下 帮我拿一下 你别打他 救命啊 有人打我呀 你调我发了啊 说谁缺德呢你 说谁缺德呢 你说谁缺德呢 秦云 你说谁呢 赵绝呢 她在里面 没关系 你不用着急 胳膊和腿都没缺 救命啊 没见过你这样的女人 你没事吧你 我怎么了我 我没 你这个男人 把他们打人的你疯了 陈焉 陈焉陈焉陈焉 快快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三个 一个碰瓷 一个拖钱包 现在又来个新人条 你们 诈骗集团是吧 你说谁碰瓷啊 你说谁拖钱包 你们谁拖钱包 说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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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庆语 差不多行了 庆语 你们认识啊 轻语的性格任性 我带她向你道歉 车祸的事情 你完全没有责任 连累你受伤 我也很抱歉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后续有相关的问题 你可以尽管联系我 这都什么人啊这 你就别再骂我了 赵绝被撞成这样 我也很后悔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等我来了再处理 你为什么不照做 因为我貌美无脑 性格冲动 少庆语 你自己是机器人 就不允许别人有感情了 我的个性是天生的 我自己也很苦恼啊 再说我都已经承认错误了 你还想要我怎样 赵绝都已经原谅我了 好 那你告诉我 是谁通知你到酒店 这个短信上的人 我打过了也没人接 喂 你帮我查个电话吧 这个人太可怕了 完全就是冲着清语来的 那他们两个人呢 我的腿都被撞了 清语为了照顾我 他俩就溜了 其他都是我爸爸的干儿子 这些年踏路在国外 今年才回国创业的 还没来得及介绍给你们认识 这不就碰上了吗 好 知道了 电话的主人查出来了 姓何 是何甜甜 这全部都是何甜甜安排的 就等着你上钩呢 就为了你高中时候泡他酸奶 隔了这么久他还来复仇 不至于吗 我就杀了何甜甜 你杀了他有什么用啊 蒋衣就会回来了吗 那我就连蒋衣去杀 你有什么资格 对蒋衣喊打喊杀的 你别管我 你要对他好事自怨的 没人逼你 如果他真的背叛了你 你可以选择离开 可是如果你所有的付出 都要求回报的话 那不叫付出 那叫投资 你敢说呢 我怕生了 你肯定不思考 要什么事自怨 我怕生了 我怕生了 说说看 这是我家昭觉啊 他不是被你们商场 开除了吗 你跟他说谁 就是我家昭觉了 他不是被你们商场 开除了吗 这是他不让我管 否则我非跑到你们商场 去逃了公道 凭什么开除他呀 等等等等 说重点行不行 就是昭觉他现在 到处找工作 现在脚又受伤了 就更难找工作了 你看 你能不能把他请回去 你操这个心干吗 我看他的情商跟智商 都最起码比你高一倍 你不用担心他 你不知道 虽然我家昭觉 聪明可爱 活泼伶俐 善良大方 善解人意 还才华横溢 但是他没上过大学 现在好一点的工作 硕士学历都是标配了 你不知道他很辛苦的 那你既然知道他那么辛苦 为什么不请他 到你们少市去上班呢 他不肯啊 他从来都不肯沾我的光 我的身边全是算计 我跟我爸钱的人 只有他是看中我这个人 只有昭觉 全世界只有他对我好 只有他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我 行了 行了 你先喝口水 我要是你爸 我听到你刚才那份话 我早气晕过去了 我爸关心你可别关心我多 那么多年了 帮你打听那颗隔血后 别打听我 有没有一万怀孕还起劲呢 行了 行了 我先送你回去 之后再说吧 你也别先送我回去了 你先送我去趟商场吧 你做这样了还去逛商场啊 你没事吧 我家昭觉刚被撞掉了一只耳钉 我想去商场看看 还能不能帮他买回来 不用了 不用了 这块耳钉已经绝版了 你怎么知道 这个品牌在五年前 就已经退出大中华区市场了 我家昭觉攒了好小的钱 才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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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看得比命还重 天哪 为什么被撞的不是我 停了 可以了 这顺其集团 我没有参与管理 我做不了主 我在城市主堡找找看 有没有适合他的位置 行吗 真的 我跟你说好了 他到我这里来工作 肯定不会轻松的 而且我不会看在你面子上 对他特殊照顾他 可以吗 可以啊 我家昭觉没别的 他就是勤劳勇敢善良能干 你可一定要说话算数啊 不可以反悔啊 不可以食言啊 你记住了吗 要不然的话我跟你没完 会议后面的情况 大致就是这样 那你帮我把重生系列的设计图 拿出来 再闭吧 好 你觉不觉得 他长得有点像 麻雀在吃猫猫虫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有点像 你看这 我还没发现 我还是要不得了 现在有点像струк 해요 你还不知道什么 我根本人有点像 辑里面的筹也不知 我也是 我怎么想要把最后的指头 我希望你不在书里面 我其实我们不在书里面 知道妈妈妈吧 你不在乎吧 你不在书里面 老板 订机票 好 等等 买一束花送到医院吧 白玫瑰 对 然后看看 公司有没有适合叶昭爵的位置 它是高中学历 特长嘛 口才还行 审美也不错 不要放在财务部门和销售部门 我懂 梦是醒不来的渴望 牵你的手 温暖我冰冷胸膛 渴望慢慢潮沿 寂寞是我疗伤的力量 痛过了就不怕散 叶昭爵 有人送花给你 花 送我的 对啊 对了 这急诊室可不能常住 裂换去病房 家属跟我一起出去办下手续吧 嗯 等等 不用了 我想回家 我还是不放心 我们回去住院吧 脚踝扭伤就住院 哪有那么娇气啊 放心吧 这腿上又没有五脏六腑的 不会有事的 那你答应我 你要乖乖躺在床上 不许下床 我帮你买菜做饭洗衣服 行吗 拉哥哥 来 敬酒不去吃法饶啊 敢赖房子不走 你太过分了吧 你这人有没有素质啊 你说谁没素质啊 待会儿都给评论理 我这房子都已经退给他了 他不还赖也不走是不是 不是 我告诉你 我没见过你这样的 你指什么指 喊什么喊呀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冲我男朋友这儿 算什么本事 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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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怕你了不是啊 他来劲了你 这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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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 把东西捡起来 是 我们走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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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几天 你走 你们去的 我上脑子 往都爭 住 我去你的 我 好了 不要生气了 没事 是我不好 明知道你不喜欢那种场合 我还跟人吵成那样 我们家大画家呢 是不能有黑历史的 以后我再也不跟别人吵架了 我们出去散散步好不好 新鲜白玫瑰 十块钱一只啊 买一只不 先生 给你给我买一只 十块钱 给我来一只 给你拿一只啊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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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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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白玫瑰十块钱一朵 新鲜白玫瑰十块钱一朵啦 我这儿有零食卖啊 跟小麦不一个价 大家都不用下楼啦 什么都有啊 有虾条 有可乐 还有薯片 什么都有啊 有可乐有可乐 这儿 这儿 好 来 我看看 绝对不上价 这个好 这个好 这是豆沙面包 我要豆沙面包 来 这个 明天找给你啊 十块钱 好嘞 明天找你两块 这个 这个 钱 一瓶可乐 那 来 给 真好吃 谢谢啊 来 给 但我忘了带钱了 明天给我两块我就好 新鲜白玫瑰十块钱一朵 你还记不记得高中的时候 每到下课你就在脚台前面 卖零食 然后把塑料跟纸分裂好 就为了亲手交到你手上 记得吗 瞧 再也不信 这儿 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对未来充满幻想 那时候我就觉得 只要我长大了 日子就会变得很好了 所以 你是觉得这几天很辛苦是吗 你知道我今天被车撞的那一刻 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如果我死了 我妈该怎么活下去 你怎么办 那我会陪你一起死 没有你 我怎么活下去啊 你答应我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替我照顾好我妈 答应我 你放心 我一定会 请 请 喂 秦云 喂 张局啊 你在哪儿 过来陪我喝酒吧 我跟简程夜散步呢 你都坐轮椅了 怎么还敲心出门休闻啊 那我都坐轮椅了 你还让我陪你喝酒 张局 对不起 对了那个混蛋 我让你受伤了 我真的对不起你 我知道你肯定比我更难过 但就像齐总说的 我们及时止损了呀 你呢 提早认清了一个渣男 我虽然被车撞了 但只受了这么点伤 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你放心 那个混蛋 一个礼拜之内 钱花光了就会哭着回来求我 到时候 我让他给你下跪真查认错 不会吧 你还要原谅他啊 反正我不会放过他的 清语 好了 我不跟你说这不开心的了 明天你有空吗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你现在在哪儿呢 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在白火里呢 明朗在这儿 你放心吧 我一会儿就回去 别急别急啊 干嘛 干嘛 你的脚 没事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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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谢谢啊 你先坐好 我坐这儿 车辆体重 轻语的车 我跟你们说就是这儿 我刚上级过了 别人发发快上去吧 对啊 就这儿啊 来 我扶你上去 你把他轮椅抬上 等一下 好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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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我走就好了 就这儿 谢谢啊 谢谢吧 好 坐 不会吧 少青女 你为了拆散我们的同居生活 居然送了一套房子 我倒是想呀 可是她肯吗 连过生日 都不许我送礼物 来 先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呢 一共两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 给你住 另外一个书房 存放一些书本字画什么的 这个房子的主人呢 出国了 她偷我雇一个人定期过来 通风整理一下 照顾一下 我就想到你了 你住在这儿呢 给她看房子 她不用出钱雇人 你也不用加房租 两千七美 这也太棒了吧 谢谢你啊 亲爱的 那么客气干吗呀 不过 我还是要找房租的 否则我会住得不安心 你啊 要是清高和骨气能换钱 你肯定比我爸还有钱 喂 没关系 那就先放了 等我回来再说 好 她说这些书放着就好 她在机场呢 等回来再说 她这个人有强迫症 简直就是一个 活在格子里的人 追求完美 吹毛求疵 总之就是个机器人 看来是个很爱干净的女孩子 一定很漂亮吧 不行 该不上了 ğim 我该义富了 快快来啦 快快来啦 快快快來呀 快快来啦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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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谁啊 陈奕 陈奕 来了 来了 简陈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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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敲门 谁啊 我也不知道啊 请问你们找谁啊 你瞧瞧 还养个赏白脸 我们家老张对你们可真够大方了 老张 老张是谁啊 老张 老张是我老公 那那那 也就是包养他的金主 出来了 谁啊 你神经病了说什么呢 姐 跟他废什么话呀 甭跟他废话 我直接来教训教训你 我警告你们别乱来啊 我报警啊 报警 好啊 你报警啊 太好了 你报110 叫警察来 把他抓起来 他干嘛了 他勾引我老公 破坏我的家庭 大姐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老张 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 还有 请你睁大眼睛看看我男朋友 他这么帅这么帅这么帅 我怎么可能喉心出强 你勾引有钱人的老公 家里还养得少白脸 你的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我告诉你 翔楚 我今天是有证据的 我也是有备而来的 翔楚是谁啊 王八蛋才是翔楚 我是翔楚 你干什么你 你别吓唬人啊 我告诉你 闭嘴 你第一次打电话辱骂我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是你的老公 一次又一次地纠缠我 而每一次 我都清清楚楚地回绝他了 你不但不相信我 你还找人跟踪我 这次闹到我家门口来 当着我的邻居 毁坏我的名誉 你 你少跟我装 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 你骗得了我老公 你骗不了我 我跟我老张 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夫妻感情了 就凭你一个丫头骗子想拆开 呸 不知羞耻 你 过来 我 我 你干吗 这是你老公 从认识我开始的第一天 给我发的每一条微信 你现在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 看看到底是谁不知脸唇 拿着 过来 这第一张是 张哥的照片 姐 这张哥发得太恶心了 你还是 你还是自己看吧 举手 行 役手 役手 姐 我翘楚虽然不是什么大家闺秀 但是为人处事向来问心无愧 如果你们再来闹的话 就不会像今天 这么轻易放过 不好意思 我对不起你 不是你的错 行了 别看了 我们走 咱们回去吧 电话 到 不好意思 姐 姐 你要干吗 打扰你们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虽然你们应该 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 但还是正式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乔楚 我叫叶昭菊 这是我的男朋友 简陈叶 他是个画家 你手上 你好 你好 你放着吧 我回来弄 我弄就好了 你快去工作室吧 对了 我钥匙带了 如果有陌生人敲门 你千万不要开门啊 你都吃了 我总觉得 对面那女的怪怪的 所以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你了解前一后果吗 就这么轻易下结论 我看他长得美游行的正 好得很 你这不是在以貌取人吗 以貌取人有什么不对的 你看到 临危不惧 说明她内心强大 周末在家还洗了头发 穿着整洁的家居服 说明她对自己严格要求啊 你再看到 拿菜刀的手法那么纤细 说明她厨艺极好 一个内心和技能都强大的女人 能换到哪里去 也是啊 我想这就是原因所在 我一笑就不喜欢漂亮的女人 那都是 你敢暗示我不漂亮 你敢暗示我不美 我先走了啊 你好 我可以进去吗 可以啊 谢谢 这汤太好喝了 我就说嘛 你厨艺一定很好 我早上看到你的脚受伤了 又这么打扰到你 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这汤就当赔礼 为了这汤 我也愿意天天被打扰 可是我可不想每天一早上起来 都举着菜刀开门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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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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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说些没感觉 堆积了成熟稳中好几年 轻易的被你化解 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世界 在飘着雪浪浪的指尖 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 暖暖的幸福不再冬眼 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世界 在飘着雪浪浪的指尖 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 暖暖的幸福不再冬眼 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世界 在飘着雪浪浪的指尖 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 暖暖的幸福不再冬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